7点多奥运生活开始在浙江宁波传递 在北龙岗码头前的起跑仪式上 全体人员为四川地震灾区遇难同胞默安一分钟 第一棒火炬手宁波市首席工人 北龙岗桥调能手竹士杰代表宁波的火炬手们 发出支援灾区重建家园的倡议 在传递沿途 许多宁波市民举起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团结一致种植成城等横幅 并到募捐乡前奉下安心 今天我们传递的不仅仅是奥运信号 而且 降雨火炬结束在宁波市区的传递后 来到世界最长的